有自己的歌曲也等了很久 是不是等了六年的時間 有 現在已經踏入我入行的第七年 也是一個很舊的新人 但六年的時間對你來說是剛剛好 還是中間都很心急 其實我覺得是剛剛好 因為那時跟TVB的約要先完結 完結之後就開始做音樂 所以在TVB等待的這幾年 反而是認識多了自己很多 因為在這幾年中 我好像詳細說 其實不應該叫你詳細 應該怎麼回事 我和你童年離層的 好的 其實在裏面有一些機會 有一些挫折 我想每個人的生活歷程都會有一些起伏 其實在這裏面 更加確定了我自己就是 我很想很想唱歌 很想很想做歌手這件事 其實那時候完約前 其實我沒有什麼機會 或者沒有什麼公司去接合 其實當初也是有一些覺得 是不是真的 但是不會有人覺得我應該做歌手呢 也有一些灰心的階段 但是幸好就是在那幾年其實 我都沒有放棄唱歌這件事 經常去一個地方叫Backstage 經常去那裡唱歌就認識了現在的老闆 Vicky 對 Vicky和阿維 於是我們大家的音樂理念又很相似 很接近 於是就一起做音樂 當然你做音樂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的實際條件不允許底下 生活很難過 怎麼賺錢 你沒有收入 你又有一個音樂夢 是啊 其實我明白你說什麼 其實那段時間都是 首先現在要說回 多謝半杯水養了我幾年時間 可能會大大小小 有些show 有些商演 都可以有些幫助 但其實去到後來我在電視上沒有那麼多露面 其實自然找我做事的行業也會相對少了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在那一年我就會教唱歌 教普通話 其實我那幾年什麼都做過 我在補習社也做過 因為我自己讀教育 然後在學校代課也做過 然後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天天不在家 假裝很忙 那時候跟媽媽一起住 那去哪裡 去朋友家 或者去咖啡廳坐下 那類的東西 或者約朋友見面 總之就不要 永遠都在家 媽媽就會問 今天又沒有工作 避免她有這個擔心 所以那時候也是長期跟自己的心理質素打仗 經常都處於一個 覺得自己的壓力很大 而那個壓力很大 其實不是來自於別人 其實是來自於自己 好像 爸爸媽媽公書教學了你這麼多年 終於讓你出身 覺得退休可以休息一下 中國人的傳統父母思想也是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